在中国东面的太平洋深处 有一些远古时期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 这里到日本最近的距离有1000多公里 到亚欧大陆有近2000公里 无论到哪都显得过于遥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生活着2000多位岛民 他们祖先在岛上已经生活了100多年 在过去小岛先后被美国和日本占领 所以现在岛上的人员非常复杂 日本政府甚至禁止所有人在岛上生孩子 那么这座岛曾经发生过什么 又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太平洋小岛小丽园的故事 小丽园共有30多座海岛组成 从南到北的跨度有400公里 但是现在只有富岛和母岛上面有人居住 另外在南面的流环岛上 还有一个日本军用机场和基地 其他的岛屿则保持着纯源生态系统 在19世纪以前 这里一直是无人居住的荒岛 偶尔会有一些捕金船 或是海盗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 到了1830年 有25名来自夏威夷瓦湖岛的年轻男女 计划乘坐着捕金船穿越太平洋探险 当他们穿越了6000公里的太平洋 到达小丽园时 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的环境 因为在海岛周围 有数量庞大的金鱼 还有鲨鱼等珍贵鱼群 美丽的珊瑚礁和上百种世界冰威鸟类 以及乐带植物 最主要的是当时这里 还处在一片无人管理的国度 25名年轻人可以在岛上 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堂 于是他们决定在海岛上定居下来 每天就到海里捕捉新鲜的海鱼 到海边盼望着远洋到访的船只 当有客人到访时 他们就会拿出岛上的特产 与船员们进行交换 这也让小岛成为了19世纪西太平洋上 非常知名的宗庄站 在19世纪早期 日本还处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 内部的战争不断 有很多战败的势力会逃亡到海上 寻找避难所 而小岛员 极为闭塞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逃兵 或是杀人犯的极家隐居场所 在当时 房市放下滔天罪行的人 都有可能来到这里 从此的小岛员成了一座恶魔岛 一直到了1853年 美国海军的东印度分舰队司令 马修佩尼 率领着著名的黑船舰队 奋命和日本协商开港通航的事情 当他们到达小岛员时 马修佩尼将该岛正式纳入了美国领土 后来以英法俄为首的欧洲列强 看到小日本这么好欺负 也纷纷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 然后派遣欧洲居民到小丽园上生活 从此 小丽园成为了一个多元化的种族定居点 海岛规则全部由岛民自治 当时岛上的日本人 地位非常卑微 基本属于欧美的仆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到了1868年 明治天皇推翻了旧日本时期的制度 他们开始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 在富国强兵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以高征地税等手段 进行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 从此 也有了和欧美谈判的条件 后来的明治政府 在西方列强的同意下 于1876年吞并了小丽园群岛 而定居在岛上的欧美居民 全部被规划为日本公民 当时被规划的欧美人 实际上是变成了二等公民 他们被禁止 与日本女性交往 也不享受日本政府的福利政策 这迫使大部分外国人 日本人还在岛上设立了一家 名为那里的国有农肯公司 从岛外转移了进万民劳工 到小丽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 因为小丽园属于压热带气候 具有冬暖夏热的特点 非常适合种植 反季节蔬菜还有蔗糖 那里农肯公司就强迫岛上的工人 种植他们指定的产品 所有利得都被用作了日本的军费开支 1932年 日本把小丽园作为首位日本的第一重要屏站 在最南端的琉環岛上 修建了千鸟机场 还在密林里安装了155毫米的岸炮 到了二战开始后 日本又在琉環岛上设立了两座机场 904门火炮 还有20多辆坦克车和23000名士兵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想要在太平洋上 攻下这么一座首位森严的岛屿 确实不太简单 1944年7月 美国拿下塞班岛后 准备进一步的打击日本本土 当时塞班岛距离日本 还有2300多公里 当时美国轰炸机的最大作战半径 只有2800公里 往往日本显得有些捉襟见走 并且无法覆盖日本的北部区域 所以拿下硫磺岛是势在必行 1945年2月 美国出动了38艘航母编队 2000多架飞机 还有10万名装备精良的战士 在登陆前 美军消耗了24000吨弹药 把小岛几乎移为平地 当时日本人全部躲在洞里不出来 本来计划是5天拿下硫磺岛 结果整整打了一个多月 美国的海军将士附上了19000人 阵亡了近7000人 小日本层面带着微笑 从防空洞里爬了出来 当时的美国军人处于轮道主义 所以没有继续消灭日本的战俘 在牛环岛战役过后 小丽园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当初离开的西方居民 大约有130人又回到了该岛 他们全部被安排在美军的基地里工作 南斯就是当时返回的一位美国后裔 他于1953年在小丽园出生 从小就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 因为当时他们可以随意地在这里捕捉海里的海鱼 或是岛上的动物 当时到他15岁的时候 因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 日本又取得了小利元的管理权 岛上的语言开始从英语转变为日语 并且禁止人们在岛上的任何不念行为 后来南斯又被迫回到美国学习 毕业后在圣地雅各的一家科技公司 从事工程师的职位 到了南斯41岁那年 他发现自己内心最渴望的 还是这座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他想回到这里过平静且淡泊的生活 最后他辞去了美国高薪的工作 回到了小利元 在岛上开了一间酒吧 他希望自己老去以后 还能埋在这座小岛上 今些年 日本开始禁止所有的新生儿在岛上出生 南斯的儿子就是被迫到日本本土去接生的 岛上甚至连医院都没有 现在这里的外籍人士已经越来越少 日本籍公民占据了90% 或许这才是日本人想要达到的目的 2011年 小利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每年都吸引着大约2万多名游客 会到此移游 当时岛上 至今没通民航客机 想要进出 就只能从东京的足迟港 乘坐每周一般的渡轮 经过24小时才能到达 如果你喜欢这座岛屿 记得过来看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小利元群岛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